今天是說無面超人 實不相瞞我自己不是一個特洩迷 但我是鵪野壽名的粉絲 所以一直有看真宇宙的作品 對於真模仙,應該是真還是新? 應該是新 其實是日文是鮮的,但其實新和真是日文讀法是一樣的 所以有些差別 但當年鵪野一開始做歌詩拉的時候 那時還沒有計劃做超人 所以當時的香港片商也做真歌詩拉 但之後開始,終於接了做超人,很開心 因為鵪野其實是一個很喜歡超人的人 這個當時是當年大學扮超人 他連當年讀大學的時候都要拍一套自製的特攝片 他低成本,不是穿著超人衣 他用了一件蜂褲畫得像紅 像超人的紋路,穿著一件蜂褲,頭也是自己 整個巨大化變身 所以他很喜歡玩這些東西 所以當他接到超人就很開心 於是他背後計劃上已經接了新拉打 那時他覺得 終於新的宇宙就開始定下來了 變相統一了新 好,我們這條片就叫新宇宙 看完這個新無面超人,你又怎樣呢? 你自己也是一個無面超人粉絲 合不合乎你預期? 預期是合乎的 因為本身鵪野壽明的作品 都很有他自己很獨特強烈的風格 例如整個畫面很大頭 然後鏡頭就不是正面的 是要高一點炒在大頭上 那個大特赦 然後呢 他很喜歡電線桿 對,經常都會看到電線桿 還有一些火車路軌 對,這兩樣東西 還有一些角色很喜歡 就是那種棒獨形式去獨對白 還有就是他很喜歡玩鏡頭 假設例如他拍一幕戲 例如個角色好像美波BB 這裏都是美波BB的公仔 美波BB坐在桌上 我正面看著鏡頭 他不是只用鏡頭拍片 他真的用很多鏡頭圍著美波旁邊 而且他有個習慣 就是很喜歡用iPhone拍片 所以有時候看超人 或者看今次拉打 你在戲院看鏡頭是放得很大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畫面上 突然之間有一幕 可能為什麼畫質跌了一點 其實就是用iPhone拍的 而最瘋狂的是什麼 之前有個製作特輯看他怎樣拍 例如美波BB 他真的圍著10部iPhone 圍著他 圍著要問一些職員 你們還有沒有iPhone借你 圍著他 然後是他們拍完之後 再逐個逐個看看哪個鏡頭好才拿那個鏡頭用 所以這件事比較費時間和費力 也是暗夜的特色之一 這招在EVA也有做過 在第三圈那裏 但是動畫相對地比拍真人更容易 因為製作時間和成本 卡片都很多 而且始終像拍蒙面超人 加上這裏拍 之後拍完之後覺得 那些鏡頭也差一點 他真的夠膽死了 重新再去那裏再拍 他很想找一些自己沒拍過的角度 所以他就360度拍完之後再選擇 於是這裏是其中一個獨特的地方 而且他的剪接上也去得很快 即是無論是突然之間這一幕 可能這裏突然轉過頭 已經去了不知哪一幕 如果你是追不及的話 可能突然之間去了廁所就糟糕了 好好好 就是千萬不要去廁所 千萬不要去廁所 轉過頭突然說 為什麼會這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可圈可點 有些位置很精彩 但有些位置的確是CG比較過多 又或者可能是 為什麼突然之間 那些畫面跳得這麼厲害 而且就是 因為日本其實是有IMAX上映的 所以變相如果你iPhone那些部分 IMAX上映就更加大 你看IMAX還是普通版 我這次是很可惜的 原本是想看IMAX的 但因為我這次是去福江 福江相對比來說 遠線比較少 因為始終它3月10多日上映的 變相東京大阪以外的地方 會慢慢越來越少遠線上映的 但我可能只有2、3場 簡直是沒有IMAX 我想說超可惜 我都很想看看IMAX是怎樣的 我自己十一雙門 差不多接近沒有看過蒙面超人 如果在這個新手的狀態之下 入場會不會看不明白 需要做一些功課才入場 會比較好呢 做功課這件事 可做可不做 例如我這次去旅行 因為我有兩個朋友跟我去 而那兩個朋友 其實是不懂日文 又沒有看過特色片 但他們很牙耳氣地陪我進去看 進去看後 他們當然很多設定是不明白的 因為始終剛夜的電影 很多都是BD-bar 說了很多設定出來 要我看完之後慢慢告訴他們 但整體來說他們都看得上算是開心的 所以打鬥上有些精彩的地方 他們看得開心 還有一些設定上可能會不明白 如果你說你是有看開蒙面超人 或者可能少少都拿過 其實有一本漫畫 中文的話就叫做真正的和平 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有輕小說的名字 這本其實是敵人組織 Shokker那邊的前傳故事 這本是頗有趣的 就是交代前傳東西 因為始終暗夜的東西 很密集式地轟下來給你 但有很多東西要自己老保 甚至乎去看一本前傳漫畫 這樣就會了解得更好 而這本漫畫很可惜 暫時只有日文版 而且有另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買不到 其實單刊本就有四集 在裡面 但其實第一集 現在在官方的網站 可以免費看 又或者平時普通粉絲 可以看少少最初的蒙面超人一號的某幾集 例如他打蜘蛛藍 也是第一集的事 例如蝙蝠藍 也是第二集的事 所以看少少的味道 可能會比較好 多謝 讓我回去看看 這只是出了一期 暫時日本只是出了一期 現在每個星期都連載 都會感應 這樣吧